忧伤,就说三皇兄更有用。 医生系统不停地发出警报声,提醒林初九有病人需要救治,在林初九迟迟没有行动时,医生系统毫无人性地直接开始十分钟的倒计时,林初九脸都变了,这简直是要他命的节奏。 黄沈,你怎么了?肖子安虽然一直在和七皇子说话,可也没有冷落林初九,林初九脸色一变他就发现了,真愁的毛子,发自内心的关心,真的让人没有办法不心生好感,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出生在黄家? 林初九暗自觉得可惜,面上却是装作一副不舒服的样子,轻按着腹部,皱眉道,许师走极了,腹部有些不适。 黄沈肚子疼? 七皇子紧张地问了一句,见林初九点头,小脸一白,一定是我刚刚拉着黄沈走太极了。 黄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害你不舒服。 七皇子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急得团团转,可怜兮兮地看着肖子安,似乎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肖子安眉头微醋,似不想惹麻烦,可面对一脸苍白的林初九和焦急不安的七皇子,肖子安还是开口道。 黄沈刚刚早急了,现在最好休息一下,不如先去清禾殿休息片刻。 肖子安怕林初九误会,又补了一句,这里比较偏,我的清禾殿离得最近。 对对对,黄沈你不能再走了,你听三哥的,先去清禾殿休息,我去给你找太医。 七皇子急急忙忙往外跑,不顾身后小太监的叫嚷,呵,林初九垂眸,言去眼中的寒意。 七皇子做得很自然,可就是太自然了,让人无法不多想。 不过,七皇子突然跑去找太医的举动,还是方便了林初九。 林初九也不客气,顺势就接受肖子安的好意,去他的清禾殿休息了。 林初九这个客人要去清禾殿休息,肖子安这个主人当然要陪着。 侧身对身旁的太监道,去给母妃说一声,就说我要晚点道。 给殿下添麻烦了,林初九故作虚弱地坐下,捧着宫女奉上的温水,小口小口地喝着。 黄沈太见外了,要让四皇叔知道你不舒服,人就在清禾殿附近,我还不请你进来休息,四皇叔必然要揍我一顿。 肖子安确实是一个温柔的人。 一开口便缓解了两人的尴尬,话里话外,都透着对林初九的恭敬和对肖天耀的亲近。 林初九笑了一声,随手将茶杯放下,正想找个话题问起肖子安的腿及时, 坑爹的医生系统又不断地提醒林初九,还有三分钟。 本想慢慢来,先寒暄两句再循序渐进地提起腿伤的事。 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林初九猝眉,正想着要如何开口时,肖子安却主动道, 黄沙省,你还好吗?我这里有点偏,太医可能没有这么快过来,我让下人给你揉揉。 不用了,我已经没事了,只是,林初九的眼神落在肖子安的双腿时, 看到殿下便想到王爷。 黄沙和黄叔间谍情深,子安甚是羡慕。 肖子安没有一丝不适,更没有因为林初九盯着他的伤腿看就懊恼, 他并不因自己的残疾而自卑。 在他看来,双腿不能行走的他和旁人没有什么两样, 金蝶情深。 林初九很想笑,可现在他不仅不能笑, 还必须装出很受肖天药看重的样子, 不仅要在肖子安面前装, 他还要在天下人面前装, 不然,没有娘家支持,又不得丈夫看重, 他在京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林初九脸微红,低着头,似乎是不好意思了。 肖子安这才察觉到自己这话太失礼了, 一时也不敢再开口。 下人垂手站在一旁,更是不敢吱声, 一时兼殿内禁忌无声。 如果可以,林初九就希望一直保持安静, 直到七皇子带着太医过来,可是不行。 亨主人的医生系统, 正给他做最后六十秒倒计时, 林初九咬了咬唇,只能拼了。 三殿下,林初九抬头, 一脸忐忑地看着肖子安, 我虑懂一点医术, 你能让我看看你的腿疾吗? 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 王爷他平时不让人碰, 我也不知王爷伤得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想要看看, 然后,要是能帮上忙最好了。 好烂的理由, 林初九快哭了, 可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真的想不出更好的说辞, 本以为会被拒绝, 可不想肖子安只是一正便点头, 可以的。 真的可以吗? 林初九双眼放光, 医生系统提醒他, 还有最后二十秒, 老天爷, 他得救了, 肖子安是好人, 肖子安含笑点头, 只要黄沈不介意, 我就没有关系。 不愧为是被人称为 最温柔体贴的三皇子, 果然好说话, 林初九再顾不得矜持, 眼见只剩下最后十秒, 林初九忙上前蹲在肖子安的面前, 在他的小腿处轻暗, 小腿肌肉松弛, 筋骨却没有萎缩, 保养得极好, 除了无法用力外, 和正常人的小腿没有什么两样, 这就说明肖子安的小腿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 林初九摸到肖子安的膝盖, 肖子安的腿没有知觉, 也就不存在尴尬, 再说了, 林初九没有一丝亵渎之意, 肖子安实在无法心生反感, 林初九不知道, 一旦他为人诊治, 他脸上的表情就会不自觉地绷紧, 严肃的就像是面部神经失调, 和萧天耀有的一笔, 珍珠和玛瑙四人原先还觉得林初九唐突, 可一想到林初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王爷, 四个婢女顿时感动到不行, 王妃肯定很爱王爷, 林初九在清禾殿, 主动要求查看肖子安双腿的事, 第一时间传到皇后和七皇子的耳朵里, 七皇子小脸一皱, 不满得都能当, 母后, 我就说三皇兄更有用, 三皇兄长得好又温柔体贴, 即便是残了依旧有很多人喜欢, 要是让林初九嫁给三皇兄, 他肯定会一心一意地对三皇兄, 他什么都不知道还好, 要真知道那件事, 为了三皇兄, 他也一定会说出来, 母后也知道, 让你三皇兄娶他更好, 可也要你父皇同意, 将林初九赐给你四皇叔, 是你父皇的意思, 皇后歪在椅子上, 一副精神不济的样子, 七皇子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 肯定是周贵妃, 那个坏女人, 好了, 小七你也别再强求了, 母后能活到现在, 已经很满足了, 皇后摸了摸七皇子的头, 母后, 七皇子眼眶一红, 依偎在皇后的身旁, 黑亮的毛子满是忧伤, 没有哪个孩子, 愿意瞬间长大。